这里面是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 当时军士坦丁派皇母来建第一座的教堂 根据最早期的传统 刚才我说过这些教父传统在山洞上面 在这里建了一个第一座最古老的教堂 以前是一个很宏伟的大门 你看到上面有横梁 以前那个大的门口 主后十一二世纪的时候 那些十字军就将它缩小了 变成这么小 因为一些房子导策 骑马进去抢东西 抢金银 所以在土耳其奥兔曼帝国的时候 就将门再小一点 因此现在的传统就发展到 就是进去看主丹堂 耶稣降生的地方 我们就要低头 所以这个门叫做谦卑之门 很多的fumility 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这个教堂 从第四世纪开始 直到现在都没有其他军队去毁坏它 问题就是为什么 在主后614年的时候 波斯的军队 打到来巴加斯坦地 毁坏了所有其他的基督教徒 除了这一间 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 看到那些印象 就看到三个博士 从波斯的伊朗的地方 来到去敬拜新生皇 看到那幅画上面那三个博士 跟他们差不多装扮 所以那些波斯人 来到的时候 看到那些博士 是他们自己有的 这个地方也是属于他们的 所以就没有位置坏 所以这个是最古老的教堂 也是保存得比较好的教堂 我给你全球博士 你这样做 哈哈哈 喂 喂喂 喂喂喂 进去啊 阻止了 OK 好 接着我 在这里 你可以想起 我们说过一个概念 就是一些神圣的地方 有一种的连续性 无论是什么宗教都好 他都会盖在那里 这代表这本身最初期的时候 就是一个 变成一个秘密的地方 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 出生之后 虽然那些人不是敬拜基督 但是他仍然找到这个地方 是有人来啊 或者是觉得很特别啊 但是他们就将它呢 就是 改了个名字 然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假神 三百多AD之后 这个Constantin来到 那他就说是找回这个地方了 因为他是一层又一层 是保持在同一个地点 第二 主后四世纪的时候 Helena来到的时候 他就知道 哦 原来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一个内邦神呢 因为他的传说在附近的人 就知道 他是盖着了基督出生 纪念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那个地点呢 就是保留了 在首席上面呢 142 哈 我给大家看看 那个 地图先 142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地图 那我们呢 从这个门进来 然后呢 我们走进去 然后呢 我们走进去 四行的column 然后呢 我们在排队 进去这个地方 这个呢 是一个apps 看到吗 这个设计 就像十字架 那样 又多了另外一个apps 最主要是这个apps 就是这个山洞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样捐下来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所谓那个 就是 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 那个14 14个星那里 然后呢 另外一边呢 出回来 跟着我们过去这边呢 Catholic的 就是天主教的教育 行不行 Catholic的教育 好吗